大家好,我叫Tim 我今天要報第六張 是做TD的部分 現在主要在應用的大部分 還沒有用到RL這一塊 大部分在業界在用的 都還只是Transfer Learning那個Label 還沒有到所謂的RL的部分 主要是現在還不是很成熟 他在解很多比較特殊的問題 就是沒有被簡化過的問題 他還是有些困難 大家就把這個東西當成是預先 就是預先先去看一下 然後等到時機來臨或許就可以用上 今天主要focus在幾個topic上面 那一開始就是講TD algorithm 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然後怎麼樣去做一些變化 就是說他的那個演算法 要怎麼樣去implement 那有幾種implement的方法 那有Sasha 對然後有就是有Sasha 就是on policy 有cule learning 有policy 還有一些會提到有一些問題 就是在選擇action的時候 會有一個傾向 就是說到時候你們都知道了 然後還有就是要用double learning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對然後我會帶一些 就是課本裡面的example 然後最後講一下 我有做一個subscribing的避障車 然後是用這個TD的方法去做的 然後稍微講一下是怎麼做的 然後包含有模擬器啊 然後有那個deep network deep learning的部分 然後還有RL的部分 那再講這個topic開始 我想要先講一下就是說 一般我們如果要結合 螺旋能力是怎麼玩的 對 那一般來說就是 會用TD的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 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一直不斷在等級 它可以做到所謂的 就是你的車子正在跑 你車子可以邊跑邊學習 或是說你在 simulate 那個object 它可以邊跑邊學習 然後是走一步學一步 走一步學一步 這種方式去做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是 把所有的這些state 跟這個action 和 reward 這些東西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dataset來trade 來做trade 那就是batch 把它弄起來 然後不斷去boot它 不過我那個時候做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做的時候 不是用背學的方式 我那時候做的是 sensor一筆一筆進來 然後 任意完 然後不斷的去修正這個battle 就是 我沒有把它資料存下來 我是用它實際上 碰到的那個data 然後去做 那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前面 你的nual network之前 你會有一個sensor input 就是說 有可能是超音波 有可能是影像 那它 我們預期說 我們要解的 是一個比較現實 比較符合現實 平常日常生活能用的 就是說比較商業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sample rate 不會太低 對不對 所以前面sample rate 不會太低的情況下 那你後面這個整個架構 你的運算就不能太慢 不然會拖到 然後 進入nual network以後呢 它主要是 這個是在幫你做決策 就是 我看到這個state 我看到這個input 這個state 那我要take action 那take action 那take action 就是根據在什麼情況下 就是 我想要得到最高的reward 所以它會 它就是有個方式 就是你 你neural network的input 是sensor 那你neural network的output 是 每一個action 以下對到reward 所以它類似一個factor 假設你今天有10個action 那action1的reward多少 action2的reward多少 那這個reward是 就是這個neural network 預期的 它並不是真實的 是你在train的時候 你這個model 最後就會train說 它的分布會跟實際上reward 是要approach它 就是要接近實際上reward 所以它這個neural network的output 是一個factor 它對應到每個action 以下是 對應 到底是能預期能得到多少reward 然後我們 我們要讓這個reward最大化 對不對 我們就會選一個 預期能得到最大reward 的這個方法 那那是inference box 的時候 那如果是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它能夠再探索 跟所謂的就是冒險 冒險就是讓它能夠多冒險一點 而不是說用自己已經學到的東西去做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truth action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個機率讓它去隨機選擇 那它就可以盡量去嘗試不一樣的方式 對 然後選完這個動作以後 接下來就是交由機械的部分 或是一些動件 就是像機械手臂或什麼其他 就是你可以想到的那些應用 對 那主要是需要有一個機器去改變這個狀態 可以是開車 從這個位置開到另外一個位置 那也可以是 其實這個例子很多啊 不用在那邊舉 那機器人take了這個action以後 它會得到一個reward 那這個reward可以是真實你拿到某個東西 或是說你定義給它都可以 然後這個reward 得到reward呢 會推過來當成td的input 那td同時看你目前的reward 也就是那個rt加1 這個就是看你take action以後得到reward 然後還有你這個model 你預期你在 因為你得到這個reward的時候 你的state也就更新了 就是你take actiona 你會得到reward 然後同時你的state會更新 那state更新完以後 你再用這個model去預測 這個state更新完以後 你預期得到reward 然後把這兩項加起來 就是統稱為你的預期的 你預期你的得到reward 對 然後用這個公式呢 可以讓你的fee st 從一開始initial是0 你可以慢慢慢慢的approach 到真正的就是真正的reward狀態 就是你可以慢慢的approach 從一開始是0的狀態 對 那最後你收斂到最後的時候 你的那個估值函數就是 你state底下這個reward 然後你能得到多少報酬 那個值就會趨於穩定 對 然後這地方因為有neural network 所以你要把td得到的東西 然後再就是拿回去去training你的neural network 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跟大家講說大概怎麼用 因為書上沒有提到這部分 書上主要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他用幾個 他用一個buffer去存 然後不斷地跑底下的這個公式 去慢慢讓他收斂到真正的reward 對對對 他沒有講到說怎麼跟neural network 做解決 所以這邊先講 OPT就是optimization 就是規連reset啊什麼的 就是你又你得到這個數值 然後你拿去fit這個碼 就是讓他做規連reset 對 然後接下來講到主題啊 那就是課本一開始就提到 有三種 現在主流了玩的三種方式 蒙蒂卡羅、TP跟DP 那蒙蒂卡羅的話就是 他會有一個叫episode的概念 就是我今天 我在這個章節結束劇情 我都不能做更新 就是我的預期 我的預期是 等一下會有個開車的例子 可以講一下這個 到底是怎樣的概念 他沒辦法說我今天 t等於1的時候 跟t等於2的時候 然後我要一直不斷地去 調整我的預期 他沒辦法 他只有當你這個episode 就是你 假設你這個episode 是一個小時 那你就要等一個小時過完 你才能去做 你才能去做你model的修成 蒙蒂卡羅就是必須要這樣玩 那DP的話呢 他是屬於就是說 你今天要把 你今天要能考慮到 所有你take action 你能得到reward的那些狀況 就是你看他是水平的 但是底下這個三角形的這個 就是說變成說你要知道 你一個action會對應到多少reward 可是有時候我們實際上在 實際上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是去try 然後去就是 跟你們講就是 我是覺得這相當於td來講 他的限制還是比較多 因為他要知道每個action的reward 是多少 對 然後 然後 目前 像這個td arrow 是目前用的比較多了 那 其實第六張很好玩 我看完我覺得 他根本就是在黑蒙蒂卡羅 他一直不斷的在舉例說 蒙蒂卡羅有多麼爛 對不對 到底是爛在哪邊 那為什麼會爛 然後怎樣情形會爛掉 然後他也在td的程式上 再提升 那code裡面有一個小證明啊 就是說其實那個td error 就是他可以 就是所謂的蒙蒂卡羅的error 他可以由td error來表示 然後他有推一個公司 那這邊其實就是個地回的概念 就是 這字太小了 對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公司 所以我都把它同業 就是 這個RT加1 就是 就是你 你做某個action得到的reward 對 那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後面有兩項 他後面有兩項 就是他憑空造出來的 他一個是加一個是減 所以這個其實是0 那我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造出這兩項 反正他前面就是說 他的今天的蒙蒂卡羅的error 定義是 大的gt減掉v st 會等於前面那三項 然後呢 他利用他自己做出後面那兩項 他就來湊答案 所以就可以湊成就是說 他做出來那項可以用td error來替代 然後後面這兩項就可以繼續往下遞回 那 達到就是這個t達到無窮大的時候呢 這個g t加1 跟所謂的vst加1 會兩個會相等 也就是你最後收斂了 這兩個值會相等 所以他這個公司就推出來了 那有興趣可以去 從課本上去看 那總之就是他的開頭 他的開頭就是這兩個convision 然後想辦法做出一個一直往下遞延 所以我記得他是有一個 GARMA的幾次方那樣子 就是submission的那個公司 e-r分之多少 反正就是 在課本上都有推導 請問一下 再問幾個問 下面這個就是dp嘛對不對 下面就是d 上面那個是蒙蒂卡羅 他一定要走到episode結束以後呢 他才會更新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td 這個是td td就是 其實td是蒙蒂卡羅的一個小弟 就是說 蒙蒂卡羅是走完嘛 他就走某一步 就停了 其實他是他的一個 該怎麼講的是 因為一開始蒙蒂卡羅出來 然後之後大家就想要把蒙蒂卡羅做的 因為蒙蒂卡羅有很多缺點 等一下再講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改來改 改到現在這個形式 那後來發現這個形式他也可以收斂 就是收斂到真正的緊張 所以才這樣 雖然就是這開測例子 我覺得他很簡單 但是很好 就是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蒙蒂卡羅跟td 中間的那個差距在哪裏 就是他講了一個開測例子 就是說我們看到就是今天這個縱軸 他這個是以分鐘為單位 然後橫軸是我今天在回家復服中 我經歷了哪些事情 那縱軸是時間 是以分鐘 就是說我今天從我公司離開 到我回到家 我預期要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現在就是 就是這個左邊就是蒙蒂卡羅的前期 就是你一開始出公司的時候 本來是預期是30分鐘會到家 然後等你 你就是在路上碰到什麼事情 等到你真的到了你車子那邊的時候 可能因為下雨的關係 或是怎樣行走不方便 所以你預期到40 然後之後就是經由一連串的事件 導致你對你回到家的那個預期 就一直在改變 就是一直不斷在改變 那我們可以看到tdA羅 他在每一次的stake 我們可以把底下這個東西 橫軸這個東西看的是stake 那他就是stake一直在變換 那我們從 我們看左手 請正應該是看你那個時間 就是說t等於0 t等於1 t等於2 t等於3 1等於4這樣 我們這樣理解會比較好理解 對 就是你隨著時間 你的預期會不斷的改變 那你的tdA羅可以隨時的更新 像你本來預期是30分鐘可以到家 然後你現在rich card 你因為某些事情delay了 所以你現在預期是40分鐘 所以那tdA羅就是40-30 然後在後面會講到說 這個tdA羅就可以拿來修正你的預期 你的model 所以你在rich card這個時間點 你就馬上會對這個actual的這些outcome 你在這個時間點你就會有一些更新了 你不用等到你走完 你才了解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文蒂卡羅就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這個過程中你出了 你的預期做了很多次改變 對不對 可是你沒辦法立刻的在當下去修正你的 你的預期 你一定要等到你走完以後 你再把這些東西submission起來 你才知道到底你的誤差有多少 對 那td的話是可以你每走一步 你就屬於修正一步你的tdA羅 每走一步就去修正你的model 就update你的model 所以他可以隨著時間 你可以越來越做越好 那主要是就是說 今天啦td他有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說蒂利卡羅他是拿 actual outcome 就是說他是拿真實的 就是真實世界你就是可能42分鐘到家 他是拿這個真實世界的這個值 來計算你之前的error有多少 但是td他不是 td他每一步 這邊的每一個點 都是你在你當下對這個 對這個事件 就是因為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對於回到家 要花多少時間的預測 那他並不是實際的值 他僅僅只是你的預測而已 這就是td跟蒂利卡羅之間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用實際的outcome來反饋 那一個是用你每個時間點 對於回家這個 這個到底要花多久 這個來反饋 那我們一般 其實這個這個例子講到時候 我們就是說我們一般 像我們人的行為模式的話 我們比較不像文蒂卡羅這樣 我們一定是買了某支股票 預期他會漲 預期他本來預期他會漲 然後沒想到他漲更多了對不對 然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又出事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隨著每一次 每一次的預期 我們是不是要 藉由我們上次的預期 那得到這個預期是好的還是壞的 然後我們再由上次的預期 我們去修正什麼下一次 希望我們能夠預測的更好 這是比較像人在做的事情 那 蒂利卡羅跟td 他們其實都在想要再預測 我今天我預期的reward 跟我實際上得到reward之間的差別 他想要讓這個差別越小越好 但是他們採用的是不同的approach 不過這本書後來就提到說 幸好不管你是用td還是用能力卡羅 都會熟練 對 這就是 其實他說後面會有證明 第七章還第幾章會有證明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這東西不會熟練那就完蛋了 表示我們人類就不握可 對不對 我們人類就不握可 我們人類始終沒辦法得到 始終等不到我們很不耐煩 我們等不到usher outcome之前就要調整 我們等不到usher outcome之前就要調整 這就是人類的 這其實就是人類的預測的model 就是我們總是預測某一件事情 從上一次的預測 的錯誤或成功的經驗裡面 去獲取一些東西 然後再做好下一次的預測 對 而且對在人類的世界裡面 沒有什麼episode 因為episode就是你掛了 就是你真正的 如果你用你的人生去看 什麼叫episode 就是你掛了 那你就會有一個天使或什麼的 來審判你一生到底做錯多少事情 可是你也沒機會去調整 對 那就是開個玩笑 就是說 這個例子給我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 雖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採用不同的approach 然後 我是覺得說 用蒙蒂卡羅來做這個case 就怪怪的 就是 對 就是沒那麼好 感覺就是沒那麼好 請問一下 就是你這個圖是比較那個dp跟td的差別 是蒙蒂卡羅 蒙蒂卡羅 蒙蒂卡羅跟td 那我的意思是另外 有沒有辦法用dp的觀念你來講這個例子 dp喔 dp的話 我是覺得這邊 這邊他是要講那個 因為他的action 他的action就是開回家 對 他沒有其他的action 我是這樣覺得 他沒有其他 他就是想要開回家 但是中間時間會有落差 所以就一直不斷的去調整 可是你看他的action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要開回家而已 那用那個dp來講怪怪的 他這個只是 他這個例子 只是故意要凸顯說 蒙蒂卡羅有多麼的不好用 他故意的 對 我提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提一個問題 你用棋列遊戲 像西洋棋相機 對 我們最近 我們那個 H 對 這時候用dp跟蒙蒂卡羅比 對 就可以看出蒙蒂卡羅 對 很直覺 就你秀一下上一張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有一個地方我沒有 還沒有去搞清楚這 就是說 根據我來做生物序列dp的方 dp你好像所有的information 所有的路徑都要包進去 對 你再去選最好的對不對 對 那蒙蒂卡羅你只要random選到一條路徑 你就可以 對 你就可以量認下去 所以我的一個問題是說 是不是這樣子做dp需要的資訊量 比蒙蒂卡羅多很多 計算量 資訊量 比蒙蒂卡羅多很多 我覺得很不見的會做很多 讓他計算量一定多很多 對 計算量 所以dp會比 我說我印象中 蒙蒂卡羅的運算量也滿大的 因為後面他課本上有寫 他會 他複雜數是N的三次方 N是State 對 那dp的話 這個就 這個我沒有太多 dp比較重要的是 它是model-based 你要有State的transition probability 還有reward probability 你有辦法估這個 你才會用dp 那現在蒙蒂卡羅跟這個dp 其實都是model-free 所以你不用這個 就是他在推導過程中 他把那東西消掉了 那就是可以估計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你如果有model的時候 就是像可能alpha-go 他都是全部混一起 又有model-based 然後又用這個pure learning 和在一起的時候效果 有你有越多資訊 你會不會做得越好這樣 所以就是你提到那個alpha-go 我一直還沒 還沒讀到那邊 就是他是用蒙蒂卡羅決策數 那跟這個 這哥們的蒙蒂卡羅 是不是也是類似 那個細節 他應該有做一些調整 因為用這種naive implementation 一定做得好 一定 這個實際上 然後dp難用就是 剛剛那個 我用leal 其實dp難用的地方就是 我都知道 如果我有這個model 我就可以預測很多世界上的 稀奇古怪的事情 可是問題就是我沒有這個model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dp的話 可以解決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model已經確定了 所以就像那樣講 你像alpha-gole 你根本不可能用dp來做 對不對 一定 除非他可以拿到一個圍棋 像那個 維度很高的那個model 對 對 我覺得好像是 反正他有兩個 那個train好的模型 自己對譯嘛 自己對譯 自己對譯就可以做 蒙蒂卡羅那個速手群 對對對 所以應該不剩dp 就是這樣 也是蒙蒂卡羅再加 剛剛我們討論那個 圍棋就是蒙蒂卡羅剩pt人 剩pt人 對 因為像其列他一定有一個最終結果嘛 對 所以他用蒙蒂卡羅做tree search 基本上他會一直算到 最後誰會 他就可以算勝率 對 但是如果這個旗類他用td來做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永遠都在測 但是他不像這個 剛剛提的那個車的例子 他目標的確 代理目標 對 可是他相當危機 非常的擴散 可是用td我認為就非常不適合 對 可是像我在做可能推進系統 那種一些論文上面 你可能沒辦法讓你的系統直接上線 去採集顧客的資料 對 那這時候你要用一些就是舊資料先 先來train一個 也許不是很好的model 對 然後這時候你再上線做finding tue那個model 因為一些做法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model有時候不一定要 第一時間就有很好的估計這樣子 就像對 就像Dio講的 就是如果我們做一些辨識系統 我們一開始我們擁有的sample也很少 所以也是要collet著一個比較弱的classifier 上去把一些左邊分出來 然後再加到我們的datasave 再fine-tune 對 大概是應用上大概大家都會有類似的想法 再請一個 就你剛才講的那種問題 欸好 是不是上次讀書或者 就是欸 我一直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說你再train 你train好一個model出來對不對 那你看他哪邊是train錯誤的 你就去比對答案嘛 哪邊哪邊是錯誤的 那你要修正model 你是可以根據這些錯誤的東西 局部去修正你的network 可以這樣子做是不是 可以 可以 就在online论定ate fine-tune 對 fine-tune 你把论定ate調低 他就不必全部重 正確的部分不必重做 所以說了這個錯誤的部分 對 因為你是師傅的白癡 他還是可以學錯誤的東西 OK 謝謝 我回到這邊 那他其實也是講很簡單的 來告訴你 這兩個做法的差別 然後就點出來 TD的分體覺醒 就是 當然 其類 其類他就是想要知道勝率 可是 現實生活中 很多時候不像其類那樣 有那麼固定的規則 是有那麼固定的model 然後 他stochastic 他是有個機率分布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什麼 對 就是model free 那 主要蒙蒂卡羅的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定義某個episode 那這個episode 要長短 對 然後 主要是 時間就是金錢 對 他會浪費很多時間 在等 那個episode 結束 而且 現實的應用上面 做機器人 他隨時都有應付在進來 那 你的機器人 你不希望他是 每隔三分鐘才調整的事 你當然是希望他 像人類一樣 隨時在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 對 那 所以蒙蒂卡羅比較像是在寫考卷 考卷寫完以後 考卷寫完以後 你才知道你自己要修得到多少維路 然後去反饋 對 那 TD比較像是你寫考卷 你每個考題都告訴你答對答錯 然後慢慢去修正 去修正 對 他 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 課程上舉的例子 他裡面都是故意在 我就覺得有點 傾向於在黑蒙蒂卡羅 他舉的例子就是蒙蒂卡羅收斂比較慢 比TD慢 所以我就根據書程上說 就是時間就是金錢 他收斂比較慢 對 在這些case上面 但是不是說所有的case都不要用 但是就 至少書上舉的例子 這可能是作者的 有點偏見 因為他是TD的發明人 就是他有他的平號 所以他還是要說自己比人家厲害 不過TD也是結合這兩種 就是說 他那個 sampling是蒙蒂卡羅的優點 TD是學他的sampling 然後那個boost trading boost trading就是 對 TD的優點 他有點像是 把大家的優點集合在一起 身上 然後重點是他有提出一個證明說 可以converse 所以他很得意 他在這本書上面感覺到 對 然後 那但是呢 需要有幾個前提喔 這幾個前提大家可能忽略 對 就是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stake 你的每個stake 你要盡量的constant 固定的 不要忽快忽慢 然後而且要盡量的短暫 對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大家可以 因為他其實沒有寫得很清楚 他就這一句話 他就丟這一句話出來 那後續 就是 可能不是不必要的 從來你要講對不對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不是會有一個alpha 我的理解是這樣 大家可以修正 我理解是 我們有一個alpha 那這個alpha會隨著時間遞減 對 那離得越遠 就遞減得越多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對 好像不是alpha 是gama 等一下看公司就知道 那 那 這句話就是說 至少現在td0 已經被證明是 可以convorge 除d牌 對 可是我今天的預測的model 我可以真的可以convorge 到最後真正 你給他選配得到多少的分 就是可以收令 對 然後 這邊就是 他在想辦法 凸顯自己的優點 對 那他舉的例子 叫random walk 就是 其實這也是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你今天的起點在c這邊 你在正中間 然後你在哪個位置 你都有一半跟 你都有各 各一半的機率 是往左左或往右走 所以其實是 不可能叫random walk 就是他是totally random 你往左跟往右是一樣的機率 那 下面這個 6分之1 6分之2 6分之3 喔對 我這個跳太快 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 你今天 在c這個位置 你可以往左走 往右走 幾乎是一樣的 那你這樣走走走走 萬一你走到1 這個位置 就是abcd1 這個位置 就可以得到reward 你如果再往右走 你可以得到reward 是1 那他這個地方 課本上提到就是說 每個6分之1 6分之6分之3 這個東西 它不是機率 它是你在這個位置上 你預期得到 你的reward 對 各式是這樣 那課本的cd 有問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做出來的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那個 就是用那個 馬可夫矩陣一直連乘 可能就乘出這個答案 就是你 你橫軸是 你現在是什麼state 然後用縱軸是 你準備到哪個state 然後機率是0.5 0.5 像c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填b跟d 是0.5 反正就矩陣了 把這個都填完以後 你無限的這樣子 去連乘 可能就會收斂到這個結果 那課本上有問 說怎麼樣才能收斂到 這幾個結果 然後用不是td的方式去 那他這邊用td跟蒙蒂卡羅的方式 就是主要就是說 他一開始幾點就在吸 然後他有一半 各自一半的機率 去往左走往右走 所以說他的state 在這個問題 他的state就是 你現在是處於在哪個位置上 然後他的action就兩個 就是往左走跟往右走 那這個東西比較有趣的是 他要採取哪個行動 不是他決定的 完完全全是機率 所以這跟後面比較實用的case 又有點負草 他只是拿來舉例 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先看左邊這張圖好了 他用td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條 不知道會不會打到 這邊是實際上 就是六分之一這個 這個東西他把它畫出來 你在每個位置上 你得到運行得到優惡 是多少 然後 之後他會td去 td不斷 這是這邊從initial 0 然後一直不斷這樣 randed work randed work 這邊一直不斷的update update 他之後這個地方 就會 就會逼近於這些 這邊的值 然後他發現就是說 他發現就是說 實際上的值是這裡 是這一條 這條線 然後他d0 一開始是initial 0 所以他0 他是躺在這邊 他initial在某個位置 他說 基本上說是0.5 所以他就是在這邊畫一條線 然後說0.5 就是每一個step都是0.5 每一個step都0.5 他用這個當initial去跑 然後跑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 隨著iteration次數變多 他慢慢的會收變到這條線 然後左邊是說他會隨著iteration 然後慢慢慢慢的收變 然後右邊就是說 同樣是 就是蒙蒂卡羅跟td 這兩個不同的approach 去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他需要多少個works 或apples 那其實這邊我是覺得 一個地方比較模糊 所以就是今天你works 你這個works 你是走 如果你是td 你是走一步算一步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蒙蒂卡羅 那你的episode是怎麼定義的 是兩步算一步嗎 還是怎麼樣 要走到最後面 他才finish 走到最後或走到最左 才是一個episode 對對對 也就是說 要走到這個灰色的 才算是episode結束 對 那可是他這樣子擺在一起比 不是怪怪的嗎 因為 我是覺得這邊質疑 我是有質疑 如果你把works 跟episode 都同樣這樣比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單位 是不一樣的 你今天走一步 可能從c到d而已 可是如果你是episode 表示說你至少 你提點落在這邊 你至少已經走了一堆 你走了一堆步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 表示 這樣表達我 其實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 對 而且會不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 對 那這邊這張圖就點出來 就是說 你這個alpha不同 你這個收斂的行為 也會改變 對 那書中有問啊 為什麼alpha偏大的時候 他尾缸會翹起來 對 他這個尾缸會翹起來 然後翹起來以後又掉下去 然後又翹起來又掉下去 又跳起來又掉下去 然後課本有問這個問題 對 那主要就是 我自己在猜想 是這個公式 因為你這個公式 前面是預期的 後面是實期的 對 然後 嗯 想想看 就是 你 嗯 你這個有沒有想得太清楚 對 課本有問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提到 曾經有想通 不過現在要忘了 請問那 那六分之幾跟那個 跟那個重角是什麼意思 嗯 六分之一六分之二 那是什麼意思 StateValue StateValue 就是比較的 對 就是他在這個State 他的 他的那個得到這個Falue的 得到這個Reward 大概是等效於得到多少 對 當然你走完就是E嘛 那你走到E這個State 你等效你的期望值 可以這樣講 期望的Reward就是六分之五 對 那這個 這個翹為什麼會翹起來 其實 曾經有 曾經有好好想 我現在嘗試 從頭開始好了 左右邊才有直 左左邊沒有直啊 對 你E的話很容易 向右走 你就得到一分啊 你在A 你要得到一分的 的 機會比較難 那它是說誰的Alpha 就是 我是想說可能是 一開始這邊都0 然後 這邊慢慢慢慢的去Update 所以它會慢慢慢慢的Approach 所以Arrow會越來越小 可是等到真的快Approach的時候 等到真的快Approach的時候 那個差距只剩下一點點 那如果你的Alpha很大 它就會過充 它就會過充 它就是 我在猜啊 可能是過充 所以你知道 你過充了以後 所以你Hero 你Hero又增加了 你一直在Summation 因為你這個Alpha太大了 你這個地方 就是會一直不斷的還是加上去 就是你已經 你本來是從0 慢慢慢慢的Approach 然後Approach到最後 你衝過去了 但是你還是拉不回來 我在猜啊 對 Alpha可以動態 Alpha可以調整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張圖 現在投影的景色不是很好 就是 這張圖就是說 Alpha是1.5的時候 它會收斂在一個比較差的 就是Arrow 它收斂到Arrow比較大的地方 1.5 對 0.15 搞錯了 它不能大於1 0.15 對 然後後來這邊是0.1 跟0.15 對 依序可以收斂到比較少的 Looning Square Error 對 所以這個圖也是 Algita NC Hardley RPD 對 NC NC NC的部分也是一樣 NC也是一個Concent Alpha 那它有 它有各種各樣的 Alpha值的選定 那不過有同樣的趨勢就是說 當你這個Alpha值 選定比較大的時候 它會很快的Approach 它會很快的就是 它的Arrow會掉下來 可是它最後在拉 最後在想要Find Tuning 想要往下走得更 Arrow想要走得更小的時候 它就走不下去了 它就會往上彈 是上面那幾條是NC 對不對 下面三條是TB 對 上面三條NC下面三條TB 那這其實有點像那個 在做Deep Learning的時候 Drop Out Drop Out如果色高一點 也是慢慢走 然後 然後 也很像Deep Learning那個Learning Rate 色太高很容易下來 但是最後收斂 OVER BD 會跑上去 就是這種東西 有相似的地方 那重點就是 剛才講 如果是NC的話 你就是走到得一分 才開始修正策略 那TD是每走一步 每走一步你就修正策略 對 可是就是引出這個問題 它把它擺在一起比較 這個橫軸好像不對等 會不會它其實是都是用 就是 它是把它Normalized 成同樣的 就是雖然我是每步修正 但是我還是走完100的M-SO 它有可能是 它有 因為 我覺得它如果要炫耀自己的 它有可能 應該是 它下面應該擺時間 嗯 比較一 它意思是說 我TD我用Works MC你用ExcelD 我用Works 讓你 我還是可以比較快 這麼厲害 NC的時候是MC 如果是這樣 NC就更慘 對 更慘 會更慘 對 如果你真的在算時間 譬如它現在已經很 TD已經比較快了嘛 但是它在說 你現在如果是TD 是用那個Works Base 你是用ExcelD ExcelD 一個ExcelD可能你要 譬如平均可能要三四個 或者到五個 你可能要四五個 它開始就是說 我已經讓你了 你輸我了 對 如果是這樣 對 對對對 那 其實這作者是滿驕傲的 可以看得出來 對 還有那個Alpha 對 Alpha就是 類似於 任音樂 是 那個Alpha是 就是自訂的 Alpha是自訂的 通常是小於 斷後爆點 Alpha它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 就是M分之一 就是 Alpha 只是一個平均數 那就是一個 Sample 其實是Sample數 Sample數 Sample數的那個 分之一 對 那因為很小 所以我們可以自訂 那你這個 你這個 翹起來會不會是 因為我們自訂是 就是固定死了 所以說 然後後來會翹起來 如果是跟著M分之一 也許不會翹 你說如果Sample是M的話 一開始設定 M分之一就不會翹 也許 對 我後面有個地方 也要請教大家 就是 Sasha 有另外一個叫 Expected Sasha 他說Alpha可以設成1 他說絕對不會爆 對 那個時候 我覺得這好像要看 看你用 另外就是 有些M分之他們有提出 就是他們的時間數 就是有些人覺得 這個Alpha要變動 但是他們的 這個Alpha Alpha變動的結果 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不能速度 所以他們把它去掉 那有些 Paper會特別 就是放一個小時 要告訴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有學的這個Alpha 因為這個Alpha是 就是最適合我們的Alpha 就是他跟 DevBag一樣 是要根據你實際的應用 搞不好這個Alpha 要Fine Tune 就是要 就是 就是你每一次 跑完的學問 因為看到他 翹起來了 就是發貝盒的學問 這有點像 招報也要調 然後 招報 Rain Tune多久 力氣多大 那都很煩的人 就是在別人 還會這樣 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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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一個Apso的時候 為什麼是有A點 哪一個 哪一個 那個 左邊那個圖 他只跑一個Apso的時候 那一個限度 對 每一跑的時候 都是0.5 對 他跑第一個Apso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A點 A 他 他 這個東西大概是TD吧 因為他只Take Action 欸 他 對齁 因為他應該是從C開始走的 他應該是從C附近的 對 這個是他X3的其中一體 我看不懂 他為什麼是 因為他是從C開始走的 他應該是 第一個Apso是 往左邊一直走 所以根本沒有那個 那個訊息傳播 他命題由一開始說 一直往左走 如果 因為Apso 就是要取一些樣子 那萬一第一顆 第一個Apso 剛好就是一直往左走 這一個 或者往右走 為什麼只有A點 有的問題是 如果只有A的直變 你的意思是 是這樣子嗎 其他的人 V C D M 你說沒有 他一開始是平的 一開始是橫的 對 一開始Initial是 對啊 他特別 這個問題他就特別問了說 當一開始Initial的時候 全部都是0.5 對 都是一樣 那跑第一個Apso的時候 他特別問了 為什麼只有A下來 其他都是固定0.5 而且大家問說 那個值實際上是多少 為什麼就很小 這是他的 對 他有一題是講這個 這個 T7 Si Si 6 3 3 這可能要再想一想 沒有 我再看 他左邊跟右 他左邊這張圖 到底是Td還是紅利塔 他是用哪一個方法來做 左邊 Td 那 對 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A先 A的那個 X5 T配 會先 先下降 他中間沒有 他中間不會拿到Ruor 所以 Td的話 他一定要從最後把Ruor 一次一次跑再傳回來 所以他這樣第一次跑的時候 沒有啊 他會拿到Ruor 是0啊 對 因為都是0 所以他沒有辦法傳 所以他第一次跑的時候 就算他的Apps 有可能跑過去 他也只會傳最後一次 傳到A過來 所以他只會有A的那個更新 那其他值的預測都沒有問題 那都不會更新 等一下 你再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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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 對 因為他應該預測是平均的 對 然後他一開始假設就是 走B走A 然後就死掉了 然後根據Td的話 C跟B的過程中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會更新的 那B跟A過程中 也沒有問題是不會更新的 只有A到時間那邊會更新 然後他只會傳 喔 所以他有一個前提假設吧 因為他只是 這是一個往 轉型 往左轉的 這是一個往左轉型 應該永遠都是2分之1 0.5B那邊 對對對 他是建立在一個 對 他這樣圖是建立在說 開始更新 還是要從 他第一的那個手段 直立一個A手段 結束在最左邊那個點 對 對 我一直說 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不行 對 我是想說 假如那個券是無限長的話 那應該他的期望值 就大概是2分之1 今天我會選 對 因為你往左往右 都是同等的那個機會 嗯 對啊 那個修正應該是從 嗯 訊息應該是從 你把那個地方 切掉的地方開始 或者是左 或者是右 對 對啊 那也許他第一個A手 結束在左邊結束 所以他會從 最左邊那個狀況 先修正一點 過一個環的話 應該也是 永遠都是2分之1 對 嗯 對 這個 之後會再整理一下 給大家 對 這個 我剛剛好像有點想法 好 然後 這個就好玩了 就是 嗯 假設 你今天 你的Data數 嗯 夠 嗯 就是說 你可能只有 100個work的Data 或是100個appos的Data 那你就要把這些Data 不斷的放到 同樣的mark 同樣的這個 任命裡面 不斷的batch 不斷的一直 重複的給他看 相同的樣子 嗯 就是有點像我們在做Data set 一樣 所以叫batch training 就是 不過我自己預期 我比較喜歡做的是 隨時在看新的樣本 隨時在調整 不過這邊是講的是 你也可以把 你也可以把每個state 跟每個action 跟reward 然後把它做成整個 呃 齒位Data set 然後拿去做成 training data set 然後拿去不斷的 拿去不斷的去 去讓他去修正 去approach到 真正的報酬 那 這邊就這邊也同樣在講 蒙地卡羅的缺點 也也同樣在講 對 那 呃 他的意思是說 TD可以收斂到 真正是markle to process 最後那個真正的 真正的那個reward 然後 然後 蒙地卡羅 只能收斂在 你整個樣本 你單純看 統計上面的 裏落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就是 了解到 這個state的中間 有個 機率性的轉換的過程 他沒辦法學到 這個markle process 裡面的那個 state的轉移的那個過程 他就是單單看樣本數 你take什麼action 得到什麼裏落 去修正它的model 那底下就是 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 就是假設你今天 你拿到了所謂的 batch data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batch data 是長成這樣 就是說 你在A 然後你得到reward0 然後你有100%的機率 會跑到state B 然後state B 也是沒有拿到reward 然後 B的部分的話 他就有可能會拿到reward 有可能不會拿到 好 那他舉這個簡單的例子 他這個batch 總共才80 8米資料 應該說應該是9比 因為A0 然後b0 各自也帥 對 那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說 蒙蒂卡羅的話 比較想像 就是這樣做 就是你今天這8個b 然後你總共try了這個b 這個state 總共try了8次 那8次裡面 中了6次 所以說 他會認為 這個b的reward 應該 在這個data 收進去以後 他會認為 是 8分之6 也就是4分之3 對 他會這樣認為 然後 A的部分 A的部分 就是 基本上你 try了A 但是你沒有得到reward 所以他會認為 所以他會認為 A是0 所以蒙蒂卡羅 會認為 A的話是0 但是 td的話呢 td的話 td的話 他可以學到就是說 今天b是3分之4 然後 a 百分之百 會 transfer to b 就是 a雖然沒有得到reward a 得到reward 是0 可是他會百分之百 transfer to b 那b的話 你就有4分之3 4分之3的幾率 你就會有 Effectation Value of reward 就是4分之3 所以 td反而 可以學到 真正的reward 那蒙蒂卡羅 只會收斂在 0的那個幾率 就是 如果你今天就是給這樣的data 你用蒙蒂卡羅去做 你的 你的 Expitation Value 就是A的reward 就是 做出來就是0 那td的話 就是4分之3 那 這是另外一個 他在講 他在講 他拿這個batch data 不斷的去 不斷的去 去feed 然後 得到了結果 然後 他認為 他沒有說誰比較好 可是他就有技巧說 我比較好 這樣 然後 喔 對啊 他繼續黑 對對對 這個上面黑完以後 就會繼續黑 他認為就是 蒙蒂卡羅的 memory cost 很大 然後 computation 也很大 那這邊主要講的是 蒙蒂卡羅的cost 就是 如果n 是 state的數目 那我們知道 state的數目 就是 實際應用上 會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 他會認為 如果你只是想 想統計 make some likelihood 對不對 然後 你就需要把每一個state都踹過 然後每個state都拿來 就拿來算 然後 你就有n平方的complicity 然後 你要去 在這n平方的complicity裡面 你要去找 一個 就是 我們就是要走你剛剛那個流程 就是要 就是要 你有一個f 有n個state 然後 你可能要走完 或是說 走到 不一定要走完 就是走到 其中的那幾個 那他也算成是n 所以他要乘上去 因為那個圍度就是n 你今天這個長度 你不管走什麼 proach 你可能會走到 就是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如果100跟10 他都叫做n 就是你的state 不管是100還是10 他都叫什麼n 對 請問這邊是在比較 那個嗎 那個 那個 make some likelihood 直接算 然後跟td 還是比較 農地卡羅跟td 沒有 就單純農地卡羅 對 他是講 batch農地卡羅 你要用多少記憶體去存 這中間的所有贊成結果 batch農地卡羅 他的目標 不是最佳化 management 來給你 他的目標 是要收斂到 那個 蒙地卡羅的那個 gp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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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預測 可以跟 我的model 轉到最後 我可以跟我 想要預測的那個東西 是 一模模一樣樣的 對不對 蒙地卡羅 他要做這件事情 那 他用batch的話 他資料都要在 系統裡面 暫存 然後你算了 你這中間的過程 你都會產生 你都會產生 更多需要存的東西 對 那 這邊就是 單純作者 他有研究過 就是 在蒙地卡羅的 case 你的data 位進去 你最後 假設你的stat 他這個沒得估計量 假設你stat 是3 你出來就是 27 就是27 本來是300 出來 你要用27 那這個數字 越大越恐怖 他就是 強調這一點 然後他後面有說 for td learning 你的batch td learning 你只需要用到n for less than n 就是你的o 你的big o 是n 所以他就覺得很棒 很棒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認為 所以說他就是藉由 一次又一次的比較 告訴你們說 td learning 在他眼中是最坏的 後 這個 對 後面再講到 實際上怎麼樣 這個td 那 他其實 其實我這邊 就是課本上 有一個 那個 一個演算法 就是他寫的 寫的比較好的部分 他有框框起來 那我是覺得那個 那個東西 大家 我大概講一下 每個流程大概怎麼做 就是 initial 就是把這些東西 initial 成某一個數字 或是0 隨便 然後 然後 on policy td control 的話 他是說 我前面 我前面 我在 我在某個state的時候 我用ashlon credit 我 是不是就會有ashlon的機會 是 要去 要是 隨便 man try 有1-ashlon的機會 是 我要follow 我的判斷 對 然後所以你一開始 就會有一個 action 然後你 你決定 你任何 choice 到底要用經驗判斷 還是要motion 你會有這個action 那你用這個action 你會得到 一組reward 對 那 你在得到這個reward的同時 你就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 放在這個位置 你的 就是你得到多少reward 那 可是on policy td learning的話 他很好 他會再跑一次同樣的流程 就是 他的下 他就是 就是說 他在fit這個model 這個值的時候 他會在這個地方 再跑了一次 我剛講的ashlon reward的程序 就是 讓你在random pick 跟你經驗判斷中 你在取一個 新的action t加1 然後 你在 你的model 你的model 在針對這個 新的action t加1 在這個state 就是你 你上一次 take action 你的reward更新了 你的state也更新了 然後現在 在新的更新的state 你又 用action really 再去random 去peak 你要的action 然後 這裡下 他再預測一次 他預測完以後 再把他加進來 對 就是他多了一步 就是我今天 為什麼叫sasha 就是說 我今天有個state0 然後 我針對這個state0 我take action 所以第二個gay 就是我take action 那第三個r 就是我在state0 take action 我得到reward reward 然後 然後 我得到reward以後 我的state 是不是也會變 對 因為我今天 假設我車子是 我的action 是 往左轉 那我 所在的新的位置 我的state 新的位置 是不是也會變 所以下一個s 就是說 因為我 得到reward 然後我 因為我take action 所以我的reward 得到我的state 也更新了 然後 在這個新的 更新的state底下 我再 我再 take action 然後 我拿這組織 去修正 我原本的model 那 這組織 也可以拿來 用作於 就是以下一次 所以說 通常我們是 會把 會把裡面的東西 暫存起來 拿到下一次去用 對 這是實際上 Inferment的時候 對 那 那 off policy 就是 很早就提出了 就是說 我 我用action 規定訊號一個action以後 然後 我的state 變 那我就去看 我在這個 新的state底下 我去 我去找一個 我目前 我目前 我的 我這個 Q的這個function 我目前 我在新的state 進來了以後 我每個action 我都 每個action的值 我把它都調出來看 然後呢 我選一個最大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讓我 reward最大化 我選一個最大的 然後 來 當作反饋 進入到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它 一個是 一個是 實在的更新 就是說 一個是在 實在的更新以後 我還是用action的規定 去選擇一個新的action 這是random peak的action 然後丟進來 那 底下這個是 實在的更新以後 我沒有在random peak 我也沒有在take action 我也沒有在做 所以它 不像sasha 有後面的 再有另外的a 你看他sasha 他要兩個a 就是說 其實一個sasha 裡面他要take兩個action 才能得到一次結果 他要有兩個action 可是qlearning不用 qlearning就是每一次就是很簡單 state action然後reward結束 所以一個叫sasha 一個叫sasha 可是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進行下一次的action 他單單成的很簡單 他每一次進來都是 state action reward結束 那sasha是state action reward 然後next state 然後next action 然後剛好這個next state 跟next action 又可以給下一次的s0用 就是剛好可以bagge過去給他 這實際上我們會 會碰到 對 那 我想問一下 就是off policy 這個e策略 是哪兩個策略 那一個 就是off policy e策略 有人是這樣 那是哪兩個策略 e策略 對 就是不同的策略 不是同一個策略 那另外一個策略是整個策略 那這個應該是 如果你在 你要先去predact這個q嘛 所以其實control就是做兩件事 你先把你的q指或b指固好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update你的那個policy 對 那他原本這個抽樣的時候 應該是用他原本的policy 對 所以他用原本policy 在採集這一些r、s、a這些 就是上面的狀況是不是 對 可是像q-learning他在optimize 他的goal 他在credit 他希望去estimate好的那個q 其實是那個optimize的policy 所以他那邊有個max 可以 就是說 他說 他的policy 我問一下 他的policy指的是 就是你有random pick 跟random select 你現在已經有 對 那onpolicy就是 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對 那ofpolicy就是說 前面用action with it 然後後面是 用這個東西來pick 然後來當作反饋出去 對 後面那個 就是說 一個是 一個是用同樣的方式去反饋 一個是 你前面action with it完 你後面是用目前state的 我已知我predact出來的 針對每個action 我predact出來的這個q指 我去找個最大的 拿來當反饋 然後並不是 並不是也同樣的 因為從VV再去take action AT加E 對 就是在不同的 就是一個是在相同的policy底下 我有相同的policy底下 產生了一個prediction 把它為到系統 那一個是 我前面 我前面是用這個policy 可是我後面是用我自己 本身model裡面 我每一個action存的 是invitation的reward 我找個最大的來填 那這邊 這邊有個問題啊 為什麼要找最大的來填 可以找最小的來填 因為他optima policy 對對對對對 這就是問題 對 所以上面那個可以想 我們是在估他那時候 做的那個policy 就是那個action ready policy的q 對 然後下面是optima policy的q 這樣子 了解 然後 底下 應該是課本就有問一些問題 然後大概有看了一下 就想一下 他問說哪一個在 等一下會提到的 greed game裡面 表現比較好 然後要怎麼去improve improve q learning 跟sasha 就是 這兩個東西 可能還有一些問題 等一下會提到 那要怎麼去improve它們 然後 課本也有問說 就是剛剛在講的問題 就是 Q learning為什麼是off policy 這樣 對 那這個policy 一開始會看不懂 後來慢慢想 欸 我就翻前面 什麼action greedy action soft 什麼 什麼就是一種policy 去決定要不要explore 還是 還是 那兩個字很像 explore跟exploring 對 然後 我在後來才慢慢覺得policy 就是那個action greedy的構成 對 然後off policy就是說 兩個不同 不一致 你用來反饋的 並不是你用來抽樣的方法 就是 可能就是 回答第三個問題 這樣最好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grid game grid game就是 基本上 會設計成grid的原因是 程式很好寫 就一格一格 用矩陣就可以代表 那 他就是說 我今天啊 就是 每個格子都是我的state 那 我 踩到 我踩到某個 因為如果 我現在從s點 轉到g點 那這個過程中 我都會扣分 我都會扣1分 然後我如果掉到懸崖 這底下 我會扣100分 然後 然後 他最後做完 他會發現說 這個q learning啊 他很好玩 他會剛好走在懸崖一邊 那路徑是最短的 我們都知道 你路徑如果變長了 你是要多被扣1分 你是要被多扣很多分 因為你路徑變長 因為他是你每走一格都要扣 你每走就要扣1分 所以你路徑越長的話 你總分數會是最少 不是 總分數 路徑越長總分數就是被扣越多 所以就越少 那用q learning做的話 他會讓你得到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最佳節喔 走在懸崖一邊 然後用sarsha的話 他會走得 繞得比較遠 那 可是 作者是這樣講 這作者很好玩 作者是這樣講說 因為你今天的 policy 是ational greedy 你走在懸崖一邊 winey random peak這種掉下去怎麼辦 他的意思就是講這樣 不過我自己 我自己在想 我就覺得 我自己在想 人間的怎麼是 人間的 你知道嗎 你去找到